美匯指數由高位回落 經過一連串反彈後稍微喘息一下 見到市場風險偉蠟提升 股市而言,包括亞太區或美股都見到顯著回升 令到美元或日元稍微在高位相對回落 非美貨幣或貴金屬都是低位回升 股市而言,包括亞太區或美股都見到顯著回升 相對貼近1,900美元的關口位 自從金價跌穿了1,905美元和1,920美元 兩個比較關鍵的支持區之後 見到都跌得比較急 中長線的黃金相信在大行看得比較好 但我個人認為在短期美元強勢之下 非美貨幣或貴金屬都情願調整格局 大家這段時間都可能在找位置 都會繼續入售 中短期仍然看得到 120至1800美元1盎司水平 在中長線繼續加入 我們會看回年底或脫樓的談判或其他門 令到今價再看回大行所說的2100美元 但現在都不太急 英鎊鎊反彈得不錯 至於1.2500負近水平 英國和歐洲又再重啟有機會的談判 其實10月又會在最後一輪的 脫樓談判最後關鍵的時刻 大家會看回可能最後一輪談判 會有少少的暑光出現 因為之前因為餘業的一些貿易計劃 或其他最後一兩國的議題 令到大家覺得脫樓談判會有些緊張的情況 之前英鎊有個比較急的跌幅 大家在昨天或是這兩天 認為在英鎊方面或脫樓談判方面 可能會有少少的暑光出現 但我相信在這兩天方面 在10月份 在脫樓方面的談判 仍然會有少少分歧 特別是餘業和北愛爾蘭方面的整個談判的進程 所以如果看回這次美元的反彈 我相信在整個原底的92.5%的浪底 其實剛做完後 整個反彈應該未完 這次Risk On之下 美元、美匯指數還有一個調整 應該還有一個浪還可以再反彈上去 如果在整座非美貨幣或貴金索內 其實以今這麼多磅非美貨幣 應該最大的調整壓力 在今次10月份 最大的不確定性暫時看 都是已經磅最大的